在今天名人会客室 要为您介绍 云林虎伟皇家 传承五代 以布袋戏为置业 第四代黄文章 也就是黄强华兄弟 一手打造霹雳品牌 也创造素环珍角色 电视剧一眼三千集 粉丝们听到出场台词 半形半形呀半仙 钻炉钻得是钻痕 就知道是这一位霹雳一哥 登场了 今年霹雳让33岁的素环珍 首度登上了大一幕 揭开少年时期的绅士秘密 黄文章说 其实这个电影的构想 已经超过二十年 但编剧团队的脚本 总让他觉得 少了点霹雳的味道 后来是靠着儿子黄亮勋 不断沟通协调 才终于圆梦 所有的场景都是实景搭设 操偶师甚至坐上升降梯 攀到三公尺高台 在落石沙豹当中冒险演出 还有半音才子黄文泽 也重出江湖 重现单口配音经典 第一次从素环珍年轻 配音到老 为了要做出不同电视剧的 声音变化 侄子黄亮勋全程盯场 连呼吸喘气 这些小细节都一一斟酌 也突破了过去 大量动画的呈现方式 结合日本的技术 打造可以穿的真人巨兽 节目首先就带你来看看 布袋戏史上 最大制作规模的电影 《幕后秘星》 素环珍回来了 风靡台湾超过三十年 这位在地原创英雄 首次登上带幕 单纲主角 细说从头 故事轴线不同以往聚焦江湖斗争 而是以少年素环珍为主角 描写他成为武林盟主之前的那一段年少轻狂 揭晓他没有曝光过的神秘起源 那简单讲就是说 一开始刚出社会 然后可能他有他在意的 就是朋友跟在意的就是 算是长辈 他的师父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他自己想做事情 然后都不一样 那他该怎么样去做决定 他一下是为朋友 一下是为他师父 对 可是他自己内心 真的想做事情 然后又有冲突 那怎么办 因为稍后这出来 后来感觉就是高不可判 然后又直至多磨 好像很神的样子 可是他的 在他很神的前面这一段 基本上都没有人知道 他是怎么样的 去历经这个人生的这些风霜 没有人知道 所以廖医生都觉得说 那我们这个英雄电影 是不是要从头来诠释 示范成这个角色 但以前没有看过布袋希的人 能够更了解他 那提了之后 为什么中间有一段割制期 那时候的困难点是什么 那时候其实有找过 外面的电影的团队 只是说 就好像哪边 少一点霹雳的味道 所以就来来回回 蛮多次的 那最后可能是 我比较知道董事长 可能想要什么 所以我才变成是 中间的一个桥梁吧 怎么把庞大的霹雳武林 角色关联 在两个小时的电影当中说清楚 苏桓珍的作者 也是霹雳布袋希董事长黄文章 从构想到上映超过20年 儿子黄亮勋帮爸爸圆梦 突破以往的布袋希格局 所有场景都是实景搭设 包括这座三公尺高的巨大山壁 曹偶师甚至坐上升降机 冒险演出 那时候导播就设计 中间有一个桥段 刚好就是落石下来 有一个危险性 那在危险性的过程当中 因为苏桓珍就从峭壁这样落下来 那落下来的过程里面 就希望我可以坐升降机 真实去呈现那个操作的戏友 就是由上而下落下的感觉 所以那时候就用升降机 把我掉在那个地方 就真的是从上掉下来 就好像自由落体这样子直接落下这样 其实还蛮紧张的 就是好像要让自己 轻一下轻一下就过去了 就从那次玩之后 其实我们通通到尾NG蛮多次的 然后因为上面只有落石 沙子一直掉下来 MG有什么 如果没记错的话 单单那个画面大概MG几十次 而且攀爬的戏录了好几天 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不满意 想要把画面做到最好 所以都会互相要求 导演说你要不要再一次 那有时候换成换 我问导演 那我觉得这样不好 要不要再一次 就在互相的拉锯之下 又一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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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二三继续做到最完美的状态 50岁的资深操偶师林奎斜 片场大家叫他阿瑤师傅 因为喜欢布袋戏 24岁退伍之后进入霹雳当学徒 两三年的时间他就成为 速缓针的操偶师 二十多年经验 但每次拍摄还是不敢马虎 我们都会练用眼睛的开合嘴巴 这样子动 然后手指头 你看这动作慢慢很斯文 就是很正 然后比如说他在舞降的时候 就变成动作就变大起来 然后偶在动 我们人也跟着动出这个力道 力道跟偶是融合在一起 所以说他说人偶合一就是这样子 偶在动我们人其实是带动这个情绪的 所以你自己也要在剧情上下 对 其实我们每次拍摄前都会读本 读本就是要知道角色在特殊戏里面 它的对摆谁要诠释的是什么动作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拍电影的阶段 几乎每天都在详读剧本 每一句话它代表什么意思 它适合什么样的动作 然后跟导播讨论再讨论 希望在画面前最精准的 把他的肢体表达出来 情绪表达出来 天理人意有谁能睡得准啊 除了操偶 想要原汁原味地呈现苏桓珍的经典 配音自然不能马虎 被剧迷称作八音才子的黄文泽 退休后重出江湖 声音演出苏桓珍三十多年 但却还是第一次从年轻演到成熟 年轻的时候 半生半生也半生 转如转都是转型 后来有人年轻 半生半生也半生 转如转都是转型 脑中尽是转满贯 我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以想象 就是他同时都是有一个人去演 这个角色 白银才子毛 有反叛 有好人 丑角 有世间小民 因为报的有得色 下音也是小得色 除了说超我之外 丹口声音也是一种特色 它要符合当下的情境 这不可以跟以前的 以前我们的那个雷续剧 同样 它可能还有一些更细腻的变化 所以说他配音的时候 他是从头盯到尾 有意思 你盯什么 有点不好意思 情绪吗 所以我们平时讲话 可能就会比较快一点点 对 然后戏剧它一个字一个字 它就会咬得比较 那电影的话 它其实呼吸 或是它怎么讲喘气 它那就是甚至就是哭泣 或是痛这些东西 这种就是 靠这种声音的表演的成分 会比较多 对 这不可以这么多当 但是你跟他说 这当中的声音 在电影版还要再更细 尤其你是说到连呼吸 喘气这些都在调 对对对对 那所以我也是很敬佩 就是我要指的 就是说他 其实他真的愿意接受这件事情 哈哈哈哈 我们新鸿鸡的 虎贵无忍达 不同以往 细有一套衣服演到底 这回苏桓真光是服装造型 就有七八套 呈现真实的生活感 还花了数百万 招来电影哥吉拉的制作团队 打造戏里的巨兽 一般我们的戏鼻子在反映说 这个布帝应该 不要放那么多的戏剧在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部电影里面 也有做很大的改变了就是 就是那两只怪兽 那都是人穿的 那就是跟他们的特色 有一个不同的戏剧 有一个不同的戏剧 因为你没看到人要穿什么 用CG进去把它剪模 但是那个跟那个褥的互动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隔阂 有一些不是那么的 那么的融洽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的东西 去互动我觉得会更好 这当中最困难的是哪一幕吗 原本有一场戏是 算是故事中比较低潮的戏 然后但我一直觉得 好像少了点什么 所以其实在开拍之前 大概一个礼拜才 我决定把那场戏就是穿重写 然后写成是说 要把那个唱片给烧掉 意思是真的要烧掉了 没有再补拍的机会了 没有补拍机会了 这是大手笔 有一个现在是粉丝吧 他说如果满分是一百分的话 他说他在看之前 他对素版真的期待 他预期大概是七十分 但是他说看完以后 他会直接给一百五十分 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破表了 对啊 这是肯定啦 这是一种肯定 就值得了 好 我有此记的精神 先为了 请你 我用心理 就是 送付我 黄文章 黄亮勋父子 试图打造不是布袋戏迷 也能够看得懂的热血励志电影 故事情节不再只有江湖恩怨 更多了亲情友情爱情的真实感动 他让你会起起伏伏 会因为别人怎样怎样 但他最后终究会发现就是 只有相信自己 只有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才能就是 怎么讲 一方面是自己比较快活 二方面是这样子才能成为真正的英雄 我想他应该传达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勇敢 勇敢去面对错误 勇敢去解决问题 第二个是珍惜 我们要珍惜周遭的人事物 每天跟你在一起 所以说 我是希望说这些年轻人 不要害怕失败 失败就是给你机会 因为他在磨练你的心智 磨练你的勇气 最主要是要面对他 然后解决他 跳脱传统表演艺术 素环珍只是个开始 方式父子下一步要串联其他霹雳角色 打造宇宙宏观的武侠故事 挑战台版副组者联盟 这五代布袋系世家的传奇 未完待续